哈喽大家好,我是Dragon 好几前没给大家汇报最新的进展了 好多朋友跟我聊天 让我聊聊关于移民的话题 因为好多朋友关注这个也是想通过到MHG 或者是其他的college,university 让我把你托吧,去移民 上完学移民 这些呢我就聊一聊关于 就是在这边生活 你最大的我所不能接受的事情 就是 当然了你以前在国内的话 我们说是做设计类的工作 在办公室里的工作 也没有那个接触到的人不一样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 然后素质能稍微高一些 但是在这边呢 在加油站里面工作 你碰到的都是 大部分印度人吧 我印度男的 我反正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好感吧 他们 这帮人真的让你可能是 嗯 他们那个文化吧 都比较懒 百分之八九十吧 然后里面印度人物 看那男的有好多个 八九个吧 里面只有一个 他是比较勤快的 其他的都特难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 会让你觉得 哎呀 为什么他妈的这种垃圾 要来移民呢 可能是一种 对他们也是一种不尊重吧 但是没办法 他们没有让人觉得尊重的东西 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 你会碰到不同的人 但是 你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工作 我呢 就感觉最不能介绍 虽然稍微这样的累一些 也可以 但是 跟这些人一起工作 感觉就是 哎 太累了 心累了 嗯 还有呢 就是有些 在国内有些 朋友他是做生意的 过来以后 要不是很习惯 因为 你在这边一下子 你过来没有任何身份 你肯定也做不了自己的生意 要通过移民 基本上 都是labor 就是比较苦力啊 中餐馆呀 酒店清洁呀 搬东西呀 送货呀 之类的 都是比较重的货 嗯 还有一个朋友 他 你现在国内可能是 做一些生意呀 之类的 还挺好的 现在在 做housekeeping 就是 酒店 酒店的那个房间 打扫房间呢 他说他有时候 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 晚上回去都哭 他不能接受这个 现在 他说他妈妈也接受 就坚持呗 坚持拿到身份 所以这就是在 这边的一些 你可能觉得 不是很顺心的地方吧 嗯 我呢 我现在 目前也没有 嗯 继续找这个编程的工作 因为我在编程实习的时候 都那些公司里面 那些人员都挺好的 感觉可能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嘛 会活在不同的生活 生活状态里面 这 又有不同的文化圈子 真的 这就是目前的感受 希望大家来呢 也早早有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 你的 刚移民的时候 你这个社会 社会的落差吧 会让你一定的不适应 但是慢慢就习惯了 我呢 以后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会 干移民相关类的东西吧 我也能不清楚 嗯 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 嗯 希望以后 我在这边拿到身份以后 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 或者干自己想干的一些事情 嗯 自己 啊 坚持六个月吧 因为 他们说是 很多朋友 现在他们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找工作也不是很好找 就算你从学校毕业了 也不好找 我现在 等到下一集 我说一说这个 关于移民中介 他们这些中介的事情吧 嗯 这集的话 主要是聊聊 我所不能接受的这些东西 这些 嗯 工作中所遇到的事情 就是跟这些垃圾人一起工作的 真的很 有时候感觉他妈的很沮丧 跟这些人一起工作 这就跟那个猪队友一样吧 哎 嗯 这集可能比较消极 嗯 当然了 这只是 这是我遇到的一些人吧 可能 你到时候 来了以后 你在不同的社会 比如说你在 可能是白领圈啊 什么的 也有这样的文化吧 我们在实习的时候 就感觉是还是不一样的 那些人 并没有像 这些 目前在加入站干活的 这些人表现出来的 但是他们是 一个是 他具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际的 另外一个是加拿大本地人 另外两个是加拿大本地人 还有一个是来自 那个叫什么的 叙利亚的 对 伊拉克 伊拉克 伊拉克的 对 他是来自伊拉克的 嗯 但是他们的文化可能就不一样 也可能是跟 嗯 国家 以前在的国家有关系 你会接触到不同 不同样的人 可能 嗯 所以我现在 就慢慢适应吧 希望我在这能坚持完这六个月啊 早日起交省起名 嗯 这集就到这里 也感谢那个 有很多的这个IT 搞IT的朋友 加我的这个微信 跟我聊聊 因为我现在 做一个出入行的 出一年的这个相关的学习和工作经验 加起来一年 然后呢 他们很很鼓励我 让我去尝试去找一些初级的这种工作 然后慢慢入门 呃 非常感谢各位的鼓励 因为 有时候这个东西 我是 我在 前面 那 一两 一星期吧 一直在编我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APP 因为之前也没有学过那个DOT系统的学习 自己学 还有一些东西 很多的东西都没研究明白 等我考完雅思以后 明天会继续再研究 把这个APP开发出来以后 运营呀 或者是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个敲门砖吧 表示我有这样的能力去自学 然后去开发这样的APP 这集就到这里吧 嗯 希望大家不要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但这是真实的生活 真想给大家 嗯 工作 嗯 还有好多说是关于这个找工作的事情 他们说是IT 嗯 行业在这边也不好找工作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你有像有些朋友 他加我10年的左右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优势的在这边 因为我那个朋友 我们班的那个他是前在京东呀 还有在什么公司也工作过 嗯 他他可能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吧 现在他又接到很多的面试 所以你当然是有些 我到现在都没有接到任何的这种特殊检利 没有接到任何的面试通知 他一直都有面试通知 然后一面二面三面 现在要在等结果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是你搞爱气的 到这边可能会找不到工作 什么的 如果你有工作经验 你还是比较好找的 口语再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也跟我们实习的那个地方 那个人聊过 他们说他们小一些senior 就是高级一点的工程师 因为温尼泊这边的待遇也不高嘛 所以能力稍微好的 人家都去多伦多或者温哥华了 所以他们也不好招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这种 肯定是有机会的 好吧 这集就落到这里 真实的生活 但是你也 你可能就在移民这一段时间以后 你可能不会在这 不会与他们合作 但是工作吧 但是你会觉得哎呀 这可能是不遇到不同的人吧 不同的同事 你会有很多的感想 觉得他们怎么是这样的 怎么人可能是 怎么一个人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他确实就是这样 好吧 See you later